林靜穎醫師 你PO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我阿管說 抓不到上面的人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被黑幫對待 抓小弟就好了 是不是 兩個人被判刑而已 施俊吉指揮槍手留成好 沒了 就這樣 林靜穎醫師在這裡 阿後面是誰 一個組織這麼大 館長被打 就兩個人 開到我小講 館長昨天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直接在直播中點名了 民體黨的立委林靜穎說 他發文來洗地板 這件事情呢 就一路要講到選舉之前 其實館長啊 在最近超過一年來 他一直攻擊民進黨 因為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 每天只遭選舉 包含了黑金政治啊 居住正義啊 甚至館長槍警案的主謀 這些幾個重大的事件 民進黨 身為執政黨他們都沒有在做事 很令館長失望 也很令人民失望 隨著選舉失敗 民進黨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包含了 高家瑜啊 王世堅等等 他們都表示說 民進黨會失敗 側翼要負很大一個責任 他們不斷地去出征 有不同聲音的人 其中就是包含館長 這次選戰有點失焦 就是包括我們的 綠營側翼啊 也被攻擊 就是說 這些人其實到處出征 出征自己的同志 出征館長 出征王世堅 這樣子的行為排除異己 反而會減少我們在中間選民 或年輕選民這塊 就在他們選舉失敗 過後不久 他們的立委林進寅 就發了一個文 館長呢 就針對林進寅發的這個文啊 非常非常的深情 網路傳播 館長案被上面壓下來不敢辦 新北地檢署 為避免 而傳 特承經 如下 他上面的意思是說呢 館長中槍之後 經過調查 瓦解犯罪統治 內政部 刑事警察局 發動了四波搜索跟具體 然後歷經四個月 不眠不休之偵查 於109年12月22號 將該幫派的這些人這些人這些人 林進寅醫師 你PO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我阿管說 抓不到上面的人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被黑幫對待 抓小弟就好了 是不是 他又在直播中還原了一次真相 兩個人 被判刑而已 施俊吉 指揮槍手劉陳皓 沒了 就這樣 林進寅醫師在這裡 啊後面是誰 一個組織這麼大 館長被打 就兩個人 而且好小不巧呢 民進黨黨團的發文 立刻就轉彎了 我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有回人在這裡 針對館長陳之案 近日直任沒人被黑到一室 甚至關上槍擊案說法 民進黨發言人黃世傑 29號表示 來來來最後來重點 我只有10個字回各位 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這一個說法 跟你的選票 跟你的證件 87%像 各位年輕人 你這幾年 覺得辛苦嗎 有沒有房子住嗎 只要你票投給我 好我們相信你 六年過去了 總統民進黨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房子住 你之前跟我說 你之前老闆說嗎 老方都沒有什麼 跟資方說 政府來跟政府 到底 政府公警認識嗎 我們當然支持年輕人 一定要居住正義 我們是一定支持的 我們也持續在推動 請大家來支持我 你講了什麼 六年之後 隨著支持 隨著推動 啊推動 我們還是支持還是推動 啊推動在哪裡 我們繼續推動 繼續支持年輕人 林靜穎醫生 那你貼那個是 人家說 就還沒辦完嘛 林靜穎醫師 你貼那個 民進黨出來 線你也脆配 因為有人問到了說 這件事情啊 你要去問侯友宜啊 如果今天總統是侯友宜 把我案子辦成這樣 我也絕對罵他 徐國勇說 根據公務人員任用法 警察法 警察人員 由內政部管理 第21條規定 警察的職務領選前線 警尖以上的領選 是由內政部領任 所以要給警察 下去上來的權力 都在內政部 不在警政署 部長不是指揮蓋章 全國的警察 的成敗 台上面寫的 內政部長跟行政院長 要負責 你再跟我講一次侯友宜 這件事情呢 也牽扯到另外一個人 他就叫做 陳明文 他答應要修正 槍炮彈藥的管制條例 跟組織犯罪 這兩條法 法案過了一年後 完全沒有動 陳明文先生 親自答應我會推動 總統你的 中央你的 立法院過半 你們要修什麼法 你們都有過 這個法 躺在立法院一年了 他也的確有打電話來給小宇 希望館長不要 撥滅他 我們應該要一起罵政府 不是他親口講了 親口講了喔 他說法案已經推動了 當然他也是很積極的 他有寫草案進立法院 希望官員能夠體諒草案 他說他從政 40年 他絕對不是黑道 所以你現在意思是說 其他的民進黨立委 不推動這個法案囉 蔡英文不推囉 陳明文說 就罵政府 我們直接約直播 請陳明文先生 一起來我節目當中 一起罵政府 這就讓我想到 之前很空極 一直在換臉案 我記得很快就通過了吧 蔡英文總統的臉 被換掉了以後 他不是政中就立刻說 要執行這個法嗎 小玉 就是他那個族門 就被抓到了 我剛剛就去查了一下 小玉最後判了幾年 他判了五年多 結果呢 館長的槍手 也判了五年多 現在的這個社會是 換臉 比殺人還嚴重嗎 我知道換臉不對 這就是一個比例的關係 換一個AI的人的臉 他去牟利 的罪行 跟我開槍去打別人三槍 最後竟然是判一樣重的罪耶 我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 針對蔡英所說 開館長槍的人被判了16年 他是合併執行 單單是他開館長 三槍這件事情 他只要去關五年多 一個叫做劉承浩 館長槍擊案判刑五年 一個叫做施訓級 館長槍擊案判刑六年 其他的是其他的罪 他們這個組織 在台灣 恨刑罷盜十年了 犯了無數起的社會重大案件 今天我跟你刑事警察局講 等到館長案 才出來辦這些人 你就是獅子 他們一直不斷跟大家講 自從館長案之後 寶兒會已經被他們抓光了 那我反問 如果今天打的不是我 他們還在不在 他們被抓到這些事情 都是好幾年前的事情 民進黨執政這幾年來 我有幾點很不滿 雖然我知道 抗中保台 或是說怎麼樣讓台灣 不要避免成為下一個香港 怎麼樣還能保護我們的主權 這很重要的事情 比起這些內政 是不是更貼近你們一點點呢 中共要打過來 或是我們被統一 不是現在的事情 槍手在路上 或是說酒駕 車禍撞死人 在路上看到別人 就被球棒砸殺 這種事情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今天我們每天 可能都要走在街上 我們都要走在路上 甚至開在路上 這些事情 難道不會比 抗中保台 更重要嗎 不要說更重要 但難道不會跟 抗中保台一樣重要嗎 我覺得會啊 但是 現在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摳超商電源眼鏡的案子啊 台中馬薩拉蒂 拿球棒去砸車 這些新聞 都還粒粒在目啊 這些年來啊 這麼多警察抓的人被侵犯 這麼多 這刑期不應該是這樣判 但是 法官卻這樣判 的這種案例 有多少 所以館長會這麼生氣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民進黨政府到底 做了什麼事情呢 重點是 身為民主進步黨 你們最保障的言論自由 我自己的案例啦 我曾經去 教堂 陳嘉行 還陳嘉行先生 那邊留言 他立刻就封鎖我 而且我流的不是那種 沒有邏輯性的亂槍喔 我是有針對一件事情 去講 民進黨車一真的只遵循 他們出征別人 他們會去許小星那邊留言 但是卻不准別人在他們的版上 講一些不同的聲音 身為民主進步黨 這麼標榜民主的你們 這件事情難道是民主的表現嗎 另外一個點我也覺得很不平的就是 每次只要選舉勢力 他們就講說 真為台北人的智商 真為哪裡人的智商感到擔憂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耶 選舉這種事情本來不是就是 誰多票誰就贏嗎 每次誰選上你們就開始說 台灣沒救了 投這些人怎麼樣怎麼樣 雖然藍綠都會講啦 可是綠營既然你自己是標榜民主黨 既然你又緊咬了國民黨這種專制 但是你自己卻又要做同樣的事情 這是我有點不太能認同的 選舉這件事情講起來還是複雜 可是 關於我們民生這件事情啊 你看館長這麼大的人 要不是他站出來講這些話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這聲音就像是 丟到水裡一樣 噗通噗通噗通就沒有啦 政府離民生特別的遙遠 難道蔡英文真的只是 被被讀稿機就下來就算了嗎 身為民進黨政府 你們是不是該好好想想 在剩下兩年內 你們該怎麼做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